来看看这个好可爱的画面 这是美国出生的双胞胎猫 美伦 美奂 他们两个人已经四个月大了 因为这样亚特兰大动物园 是特别忙着帮他们做健康检查 也捕捉到了好多好可爱的镜头 像是呢 他就拍到 有一只猫熊在睡觉的时候 另一只睡不着 竟然是试图叫醒自己兄弟的画面 悠哉的午后时光 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双胞胎猫 美伦和美奂 最大的嗜好就是躺在床上窝着午睡 不过您注意到了吗 美伦睡得很熟 可是美奂就是不想睡觉 就是不让你睡 美奂仿佛泰山压顶 用全身力气压在兄弟美伦身上 但是爱睡觉的美伦不为所动 结果美奂还是不放弃 硬是把兄弟推推推推 推到了墙边 甚至咬住美伦想要把他弄行 不过美伦还是不理他 这对双胞胎兄弟难得出现不同调的时候 因为平常的美伦和美奂 可以说是走到哪 睡到哪 这个要检查 那个也要确认 每次做身体检查 美伦和美奂总是做到昏昏欲睡 再加上要等自己的兄弟也做完检查 时间漫长让双胞胎最后总是很有默契的睡三天 醒的时候活泼 睡的时候可爱 这对住在美国亚特兰娜动物园的双胞胎 猫熊兄弟 预计今年年底亮相 也让不少猫熊迷相当期待 记者angs practicality